車側了我覺得不得了了 車側你看不得了了 先看到米其林的2355R18的輪胎 你看 你是背多久這個尺寸自己老實講 不是 在開路之前我多尿了一眼 18寸我覺得很剛好 對 因為搭配它的天息的異安懸吊 尺寸在視覺上面也OK 然後你說在實際上行路性來講 我覺得搭配是OK的 對 然後更不得了就是 又過來一個紅包 你看有沒有對長輩很好 跳色 跳色 所以現在要來看總共有多少剛包對不對 Airbump在旁邊 然後我車側這裡黑的鋼琴口徑下面還有紅色 我們拉開來看 那這個車是它的一個選配項目 選配的跳色套件 所以說 紅水 黑大板 賺大隻 白泡泡 默泡在這裡 選服車頂的話主要是在最後面那邊 像我對法國人還是小有了解的 自己講 他就喜歡鍍鉻 純粹這樣無聊還要勾回來 所以他鍍鉻是延伸 顏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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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來那種感覺 後來為了讓它不單調 這裡也是黑色鋼琴烤漆 再到後面 這就是比較深色的玻璃 所以整個拉出來 你就會覺得說 雖然它4米5 但是不會覺得是空空啤啤 它滾滾那樣子 覺得還是有線條好看 戰備好 你的紅包這麼多給你準備 紅包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所以說設計師應該會寫信來 就是說你們不要把我的設計當作都是紅包 開玩笑 可是這就是個吉祥啊 設計師千萬不要擠我 這是一種在華語市場裡面算是很吉利的一個象徵 紅色一塊一塊的這種感覺 但是如果沒有選挑車套 現在本來就只要這樣 對 而且這一種的 這一種的燈組啊 在晚上的時候會特別明顯 就是說 你看到這8個方塊的 那這個一定是很特別的一個車子 對 就是我們在拍照的時候都會打網美燈 這樣瞳孔裡面冒出 都四個像漫畫裡面的那一個 它就是有點類似漫畫的眼睛 在屁股的地方會出現 在晚上夜晚的時候會覺得 連屁股都好有戲喔 再來就是防刮材質了 對 它整個從延續車側然後到車尾 都有做一個呼應的一個設計 對 不管你再怎麼玩皮 像蘭尼克你要到處跑 都不用怕 它的屁股可能會用刀 會等點 我是會把它拆掉是不是 不會啦 好 再來就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開車車出去 我們都是希望能夠多載一點東西 580升超平整的 天啊 裝一個料影廳都不是問題 關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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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我真的可以進來耶 我剛好這個有個站板 還真的覺得哇 好像一個箱子 好吧 為了一個節目要把它裝進去 真的是 好 好 好 我怎麼那麼好進去啊 它好平整喔 對 它是一個平整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你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它的尾箱開起來的高度沒有那麼高 對 我可能再長高一點就卡住了 但是它就是讓你方便開關 當然它還是有電動尾門啦 還是有電動尾門 這個的話平整的設計是一種 那它另外發西車很多有這樣的設計 就是這樣 你可以把這個後帳板的部分往下 然後往下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增加你的一個置物空間的靈活度 立刻從580升往上晉升到720升了 對 那如果我要把前面的這個比較更大空間 再往前呢 那就是超級大的 對 1630升 那就是搬家模式 搬家模式 就是工具人模式 然後你看如果買這台車 就是常常有人會打電話說 喂 工具人 我想要搬家 我不想叫貨車 好 我就要開車出現了 因為第二排躺平了 全部都可以裝 而且重點我覺得它平整啦 對 因為其實很多後箱我們都有去研究 有時候上去天天看它不是很舒服 那它就可以做調整 然後這個站板也可以調整 但是霸國人是這樣的 就是這站板平常是放上去 不要讓它在那裡 空虛寂寞覺得冷 讓它有點細做 你看這有一個凹陷 你如果有東西 你如果衛生紙有什麼放著 也不會 還是可以放著 對 沒有 嗨 各位跨界小贏家們 靠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品 比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